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庸武俠天地志 肖武江湖 令狐兄 如果我填白光 在一個月之內請不到你下山 我就會死得很慘 有這樣的事? 讓我解開衣服給你看看 填白光被人在這樹點了死穴 又下了劇毒 被逼來邀請你去見小師傅 如果我請你不到 這兩塊小紅點 就會在一個月之後 腐爛化爛 逐漸蔓延 從此之後就沒有藥可救 最後就會全身化為爛肉 要到三年零六個月之後就會死 哈哈 不知道哪位高手這麼惡作劇 出一個這樣的難題來難為田興呢 是啊 田興身上所中的 都不知道是什麼毒藥 不過無論是什麼毒藥都好 都會有解救的辦法 哼 點閱下毒的人 我們不必提他 了解我所中的奇毒 除非下毒之人之外 天下誕恐怕只有殺人名醫 平一子一個人 試問平一子 又怎會替我解毒呢 你可以求他 或者用刀逼他 他未必不肯解 令狐兄 你不用說那些風涼的說話 總而知 我如果請你不到 田某固然不可以繼續生存 而你 亦都會難以平安大吉的 那當然 但是 田興只要打到口服深服 令狐聰面在你一片苦心 或者會跟你去都不容易 田興 麻煩你等一會兒 讓我進去山洞裡再想想 慢著 這個山洞 究竟有什麼古怪 我要進去看看 照我看 洞裡一定是藏有什麼武林秘笈的 要不是 沒有理由你進去一次 出來灑出這麼多古怪的招式 我要進去看看有什麼古怪 田興 這個山洞所收藏的 是壁派的武學秘笈 田興 不是我華山派的弟子 是不可以讓你進去看的 不過 如果你一定要進去的 憑我的力量都不能阻止你 原來 原來洞內是藏有貴派的武學秘笈 那田某就不必進去看 為什麼他們不出來 誰不出來 在洞內教你劍法的前輩高手 前輩高手 哦 哈哈哈哈 那些前輩不想和田興動手 哼 這些人孤名叫喻 智負清高 不複和我這個淫賊過招 你叫我出來 只要單打獨鬥 就算他名氣多大 也未必是我田百光的對手 如果我真的指點他給招 難道也收拾不了你這個小子 是誰 哎呀 我背後站了一個白騷青袍的老先生 他神情抑鬱面如今次 他從哪裡來 為什麼他站在我後面 我竟然一點都不覺得 啊 你 你是瘋老先生 啊 是泰師叔 封青羊 啊 啊 行得世上 還有人知道封某這個名字 令狐聰你這個小子 實在太不成器了 來 我教你 啊 你先洗出白熊觀日 跟著 再洗有縫內意 怎麼樣 啊 為什麼切而不決 還洗出來給我看 啊 啊 啊 是 是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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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嘻 嘻 難怪的 你是惡不群的弟子 驅泥不化 不知便通 劍術之道 劍術之道 要講究行雲流水 任意所知 你洗完 你洗完那朝白熊觀日 劍沾向上 難道不懂得順勢拖低嗎 劍招中雖沒有這種知識 但是 你可以別出心床 配合洗出來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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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苦作痕跡太重 而且太困 不過 跟高手過招雖然不行 但是對付眼前這個小子 就滑滑有緣 是 田徽 請 嘻 我已經見到你洗出那三十招 再跟你過招 還打什麼 好 既然田徽不願意動手 那就最好了 在下要向這位老前輩多多拯救 沒有時候陪田徽 你請便 什麼 你敢不跟我下山 那田某一條性命 被白白糟塌在你手上 好 豐老前輩 田伯光是年輕小子 不配跟你老人家過招 你如果是出手的 就未免有失身分 好 豐老前輩既然肯不干預我們 令狐兄 看刀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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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我的下山我就捏死你 你捏著我手段 蠢伯 手指就是唸 我只要金玉滿寒 你一定要劍節洗得出嗎 是啊 用手指當劍 我成功了 他被我點了越道 太師叔,請示徒孫先前無禮 起床吧 是 太師叔,你肚不肚餓? 徒孫在山洞之內有乾糧,我去拿給你 不用 今天的太陽很和劣,很久沒曬過太陽 憑你的功力,你點了他的月度 要一個時辰,他才會醒醒 到那時,他仍會跟你死前難打 你再打敗他,他就會乖乖地下山 你制服他之後,還要他發毒勢 關於我的事,半句都不要洩漏出去 太師叔,徒孫方才取勝 不過是出其不義,僥倖得手的 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要制服他 唉,你是惡不群的徒弟 我本來不想傳授武功給你 但是我當年,我當年曾經立下誓言 有生之年,決不會跟人再比鬥 那晚我善力的劍化,不過是讓你知道 華山派玉女十九劍,如果真是這麼了不起 那又怎會被人彈對你手中的長劍 但是,如果我不假手於你,就難以逼到田白光立世手臂 好了,你跟我來,跟我進山洞 是,太師叔 洞壁上的華山派劍法徒刑 你已經看熟了,但是洗出來,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原來太師叔早就知道我在山洞之內看徒刑的事 我學不群的小子,真是狗屁不通 你本來是一塊好材料 但是被他教到你變成一隻蠢牛,一隻木馬 太師叔,我不用你教了 我出去逼田白光發重勢,不適合太師叔你的事 好,如果他不肯的,你就殺了他 你怪我罵你師父,是嗎? 好,那我以後就不提他,是吧 他叫我做師叔 我稱他一聲小子,沒有什麼不對 只要太師叔不罵我恩師的,徒孫自當功靈教誨 好似是我求你跟我學藝那樣 徒孫不敢,請太師叔輸罪 你看看,石壁上華山派的徒刑 這些招數,的確是本派劍招中的絕招 其中大半已經失存了 連我,不是,連你師父都不知道 我們的劍法招數雖然沒有,但是一招招拆開來洗,就會被旁人破了 啊,你明白了什麼,說給我聽一下 太師叔是不是想說,如果招式一氣呵成,敵人就沒辦法可以破到呢? 嗯,哈哈,我說你資質不錯,你果然誤性極高 這些魔教長老,原來石壁上洗棍棒的人形是魔教的長老 你不知道嗎?你十句鞋骨,就是魔教十長老了 那為什麼他們又會死在這裡呢? 再過一個時辰,天白光就會醒的了 你問問這些陳年舊事,那還有什麼時候學武啊? 嗯?是,請太師叔指點 唉,這些魔教長老,的確是了不起的聰明才智之事 竟然將五岳劍派中的高招破得乾乾淨淨 不過他們不知道世上最厲害的招數 不是在武功之中,而是陰謀詭計機關陷阱 如果落日敵人巧妙安排的陷阱 任你有多高明的招數都好,完全都用不著的 啊,這樣說法,難道我們五岳劍派果然是比武不勝,暗酸害人? 單以學武而論,這幫魔教長老 都不可以講得上儀規上聖武學之門 他們不懂得招數是死,而發招的人則是活的 死招數破得在苗,遇上活招數 免不了綁手綁腳,只有任人宰幹 這個活字,你要謹記 學招要活學,洗招要活洗 如果拘泥不化,就算練熟幾千萬手絕招 遇上真正的高手,始終會被人破得乾乾淨淨的 是,學武必須活學活用 嗯,五岳劍派中有很多蠢才 以為將師父傳下來的劍照,學得精熟,就會是一個高手 嗯,熟讀唐師三百手,不會任是也會偷 熟讀人家的詩句,做幾首打油詩是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自出基礎,你以為他會成為一個大詩人呢? 哼哼,活學活用,只是第一步 要做到出手無招,這樣才達到進入高手的境界 你說各招一氣呵成,敵人就無法可破 這句說話,只是說對了一小半 不是一氣呵成,而是根本無招 你的劍招,就算使得再一氣呵成 只要有跡可尋,敵人就有跡可成 但是如果你根本並無招式 那試問敵人,又如何釋破你的招式呢? 嗯,要切肉,都要有肉可切,要斬殘,都要有柴可斬 敵人要破你的劍招,你需要有劍招,人家才可以破你 一個絕未學過武功的人,拿著把劍亂武 你見聞,就算怎樣廣播,都估不到他下一劍會似向哪一邊 就算劍術最精的人,都破不到他的招式 只因並無招式,破招兩個字就用不到 只是未學過武的人,衰無招式 但是會被人輕而易舉地激怒 真正雙性的劍術,則是能祭人,而決不為人所祭 你怎樣破我這一招? 嗯? 這些都不是招式,所以破解不到 嗯,就是這樣,學武之人,洗兵人,動拳腳,總會有招式 你只要知道怎樣破法,一出手就可以破招制敵 那如果敵人沒有招式呢? 那他就是一等一的高手了 唉,當這麼姿勢,這類高手真的很難找 只要僥倖遇到一兩位,你就已經是很好運 我一生之中,只遇過三位 是哪三位啊? 惡惡群弟子之中,居然有這麼好管閒事 然懵專心學見的小子,很極,很極 屠宣知錯了? 沒錯,你沒錯到 你這個小子深思活潑,很合我的脾胃 但是如今所遇的時候無多 你要將牆上面的華山派三四十招融合貫通 再設想怎樣一氣呵成,然後全部忘記得一乾而正 一招都不准留在你心中 一陣間,再以什麼招數都沒有的華山劍法去打前八國 是,一切要順其自然 幸福其不得不幸,只福其不得不止 如果不可以串連一起,也由得他 總之不可以勉強 大家開始 請你出來,我們再比雪 太師叔,他醒了 我這種亂揮亂削的劍法,不知道擋不擋得住他的快刀 擋不住,還差很遠 擋不住 要擋賤擋不住 但是又何必要擋? 是呀 他想我下山,當然不會殺我 那無論他怎樣打過來,我都不用理他 只要一美進攻就行了 好,我出去應付他 令狐兄 你得到風老前輩指點之後 果然劍法大盡 不過方才被你點中我的穴道 只不過是我一時疏忽 田某心有不服,我們再比試過 好 你這是什麼劍招 為甚麼你才是攻不守? 別猜招是劍招 我這一刀如果你再不擋,我就會斬到你的手臂下來 到時你不要怪我 沒有那麼容易 我又不能真的傷到他 現在綁手綁到這樣打,很強力 小心 又被我點中穴道了 大師兄,大師兄 是陸師弟送飯上來 不行,我不可以讓他見到田白鋒 讓我把他藏在山洞下面 大師兄,大師兄 大師兄 大師兄,我來送飯給你吃 又勞煩你送飯上來給我 不用客氣,大師兄 我們好像兄弟一樣 陸師弟,這幾天我胃口好了很多 你明天多送飯菜上來 好啊,好啊,我明天就拿一大南飯菜上來 大師兄,我看你的精神比前幾天好很多 是嗎? 好啊,田兄 還不吃飯? 又何必跟一隻飯碗過不去呢? 哼,我只是跟你過不去 因為我不想殺你 我們比事 但是你這個小子只是攻不守 尖盡平如 你自己說,這樣攻不攻道? 哼,如果我不是讓你 三十招之內 我就會砍你的腦袋下來 哼,每天最壞就是那個小尼姑 哼,豈有此理 哼,你胡聰,如果你是有種的 就再跟我打過 好啊,來啊 看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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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tage 啊,啊,啊, die,啊,், 他打不打 打一次,就砍你幾刀 仲�eng不可以殺了你 但令到你的肢體不全 流乾血都是好 哼,ョahh,怕你什麼,當然是要打了 ني胡聰不夠你打 難道那個豐太師叔會就手旁觀 任你橫行嗎?哼 他是前輩高人,不會跟我動手的 未必, 讓我進山洞問過他再說吧 好啊 潘師叔, 田白宮開始改變策略 他真的斬下來 如果我被他斬中的右手 不可以用劍 那豈不是很難打贏他? 好在天色熱蠻 你若他明早再鬥 那今晚你就不要睡 我們用一晚的功夫 我教你三招劍法 三招啊? 嗯 我見你這個人都幾聰明 不過不知是真聰明 還是假聰明 那你今晚之內 或者會學會這三招劍法 如果資質不佳 誤心平常 那 明早你就不要再跟他打 自己認輸吧 乖乖乖地跟他下山 太師叔 那 陶宗如果不能夠 在一晚之間學會三招劍法的 就寧願被田白宮一刀殺了 也都不會透降軍服跟他下山的 這樣就好了,一夜之間要學三招,未免強人之所難。第二招暫時就不用字,我們只學第一招和第三招。 不過第三招其中很多變化,是由第二招變化出來的,我們將有關的變化刪去,看看合不合用。第一招中的三百六十種變化,如果忘記其中一變,第三招就洗不出了,真的有點為難。 什麼?太師叔,你說第一招已經有三百六十種變化? 剛才一致,金融武俠天地志,笑傲江湖第二十三回,由曾永強李學斌聯合編導,金融原著文曉藍改編,並且由洪梁石,林有榮,溫泉,陳潤成等聯合播出。 宇 veut呟真愛緊拍攝劍 中華征度斜度,我答國人半號 心无西族交调 君有笑狂傲 未居那心山苦 同行独怕狡兔 似真心偏冷豪 浪漫性本不忌 吐情更添风素 谁了我为情自负 江湖偏力浩布 我未为高风高 心头正义立言 望前路风正好